将香菇豆腐肉末裹挟成浓浓的酱汁浇在黄面上 最后再搭配一盘现切的酱驴肉 这是正宗驴肉黄面的标配 沙漠深处的敦煌就像一个传奇 这里有太多的大美无尽的诱惑 是很多人一生最想去的地方 每年数百万游客 涌进这个仅有二十万人口的小城 让每一个餐馆的生意都格外火爆 到敦煌不吃驴肉黄面 就好比到天津不吃狗狗里包子 到兰州不吃牛肉面 敦煌大大小小近三千家餐饮店 有两千多家都在卖驴肉黄面 但顺章和达记这两家老店 是当仁不让的黄面双雄 每到饭点 两家小店都要经历一场火力密集的基战 从中午到晚上的十几个小时里 上千盘手工黄面 全靠拉面师傅的臂力和绝技 一根黄面的剂子差不多有一公斤重 常人难以驾驭 一个黄面师至少练三年才能出事 黄面华丽出场前是一场虐练般的千锤百轴 无数次拳头揣倒 无数次折叠搓揉 左离右衰 这样枯燥的动作往往要循环反复进一个小时 揉面是为了面筋的形成 最初活好的面没有延展性 需要反复用力揉搓 打破和重建面粉中脉胶蛋白的分子结构 形成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的网状面筋 揉匀的面团基本成型 但延展性还远远不够 黄面的独门秘籍要现身了 黄面顾名思义就是黄颜色的面 是因为加了蓬灰水的缘故 蓬灰来自戈壁上的蓬蓬草烧制的灰 是人类早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用碱的一种方式 在化学质检尚未普及的年代 敦煌人都到荒漠边缘地带采集蓬蓬草 在顺丰的地方挖坑烧至蓬灰 香菇切丁 豆腐切丁 驴肉剁碎放入锅中包装 再用土豆淀粉勾芡 将香菇 豆腐肉末裹切成浓浓的酱汁浇在黄面上 最后再搭配一盘现切的酱驴肉 这是正宗驴肉黄面的标配 黄面爽滑筋道 驴肉鲜香入味 两种食材可谓郎才女貌情投意合 这是敦煌人独创的一道名吃 全国独此一地 喜欢创新的厨师也曾尝试着给黄面重新找个伴侣 可无论是牛羊猪马还是鸡鸭鱼虾 都遭到食客们的无声抵抗 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看来是草根的黄面直以高攀的是龙级的肉品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拆散这对绝带双胶 豆腐肉黄面好吃的